你看在野這三個人的 在討論整合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比八點檔還精彩 我們來看柯文哲跟郭台銘 這十一月初以來 是怎麼搞小圈圈的 這是一個宗教的活動 應該是這個觀音佛 佛祖的相關的活動 你看 柯文哲 郭台銘 中間隔了一個人 才是侯友宜 而且這一場活動 如果沒記錯的話 國民黨臺北市黨部族 黃呂錦茹一直要想辦法調位置 讓柯跟喉坐在邊上 就柯文哲搞到最後差點翻臉 再來看這個活動 信義富邦午餐會吃地瓜稀飯 糾情有夠好 再來周開蓮 前雅虎的臺灣區的總經理 十一月七號現身柯淨總 因為傳聞 他可能是柯文哲的副手 隔天柯文哲公布三項民調之後 柯郭密會吃肉肉飯 這個真的是 所以明顯你們侯友宜被丟包了 被丟包了 人家跟郭台銘準備要結婚了 沒有丟包啦 就是說現在十一月二十號登記 下下禮拜 所以下禮拜是關鍵的時刻啦 當然柯文哲目前還是跟侯友宜 黨內現在第一目標還是希望跟侯友宜 跟柯文哲最後還是有整合的空間 不能正負手搭檔 不能誰贈誰負 希望最後這幾天還有一個整合的空間 你不能說現在時間還沒到 然後就說現在就別說了 中間還是有人在協調整合啦 那還不死心喔 也不是死不死心的問題 現在火車 朱立倫主席說火車進站嘛 就是說我覺得時間點 不是到十一月二十 應該到下禮拜三 到下禮拜三 國民黨中常會一樣啊 民黨中常會也是要公佈不分區名單嘛 按以我們的不分區名單 立委公佈之後 十八號要中中央委員行使 同樣的情況啊 那你下禮拜三 副手要不要公佈 你總是要跟中常會先說明一下 報告一下吧 你要有這樣的中常會 中常委是國民黨 在沒開全代會之前的最高權力機關 你先要跟他們介紹嘛 所以我認為啦 這禮拜五六 如果五六日沒有決定的話 大概就是火車不是過戰 而是直接開走了 所以我認為過戰不停 應該最後最後這幾天是關鍵期 十二小時 所以柯文哲當然動作很多 他昨天跟跟那個 郭台銘吃滷肉飯 然後甚至前前天又跟周開蓮碰面 我相信雙方對副手都有準備好了 只說這七十二小時內有沒有變數 那當然就等待最後 我是認為這樣子啦 我是組合派的啦 我認為是希望最後出現奇蹟啦 那沒有奇蹟的話 最後看要怎麼做嘛 怎麼做 我認為目前至少還沒有到撕破臉的情況底下 和平不到最後 時期不放棄 最後和平 不過我 剛剛叫時期笑一跳 對 我也嚇一跳 所以奇怪 怎麼時期也加入郭柯和 要嗎 也就是說看起來其實雖然民賢 還是我知道民賢的心情 就他必須抱著最後的期待啦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藍白整合是沒有啦 那郭柯有沒有可能合作 有可能我們來看下一張CG 合作的模式 可能性一 賴佩霞擔任副手 因為這個算是 如果他擔任副手 應該算是比較負責任的做法 因為人家人家為了你郭台銘 都放棄美國籍 對不對 然後舞台劇也不演了 你總不能這樣糊弄人家吧 或是擔任不分區 那另外呢 郭台銘他全國大概有差不多 至少兩百多個連署站 據說房租都是交到明年 就是簽約簽到明年二月 所以連署站呢 馬上變身變成柯文哲服務處 那另外一種做法是 不分區立委循高宏安模式 推薦三到四位 時期你覺得有可能嗎 哪一種合作模式最有可能 我覺得就是說 國民黨一直追著柯文哲跑 柯文哲一直追著郭台銘跑 然後郭台銘他就追著北檢跑 因為他連署出了很多報 他兒子都突然去美國了 對 郭守正 因為負責這個郭董連署 最重要的一個一個操盤的人 就是郭守正 然後呢 在出了這麼多的狀況 一共有十七還是十八個案子 在這種狀況 負責的郭守正突然跑到美國去 這件事情也是蠻奇怪的 對蠻奇怪的 好 那所以我一直說 這幾個隊伍 很像那個湯瑪士小火車 有沒有嘟嘟嘟嘟嘟嘟嘟 一個追一個 然後他們彼此 彼此互不見面 就是碰不到啦 就是一直在繞圈圈 繞圈圈這樣子 好 那現在國民黨 當然還是有一些人是抱著說 還有最後期限 最後這幾天再試試看 我覺得那個心情上面都是委屈的 他們一定都知道 就是說被柯文哲玩弄糟蹋 然後用這種羞辱的方式 可是怎麼辦呢 我們就真的比較弱 所以自己選就真的比較困難 所以能核當然是能加就加 所以都是心中躺著血 然後臉上流著淚 沒有血 哪來淚 沒有你講得那麼嚴重 我是懷疑做感染燒 因為柯文哲丟出 這樣更愚困 懷疑做感染燒 因為柯文哲在丟出 那三份民調的同時 我覺得已經羞辱到一個極致 參考性不大 侮辱性極強 三份民調 真的 真的 就是說一直被人家劍他 國民黨侯友宜 一直被人家劍踏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真心覺得要有一點骨氣 因為柯文哲也是很有骨氣 你們國民黨說什麼 像這個給小孩吃糖 給他一把 然後什麼當副總統 然後內閣有好幾個位置給你們 你民眾黨也是可以靠這些壯大起來 所以現在這個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說這樣子不是變我是乞丐 可是他可能覺得說不定 我可以用一種大戶的方式去面對別人 讓別人當乞丐 現在郭台銘被他當乞丐 為什麼 因為郭柯要合 柯文哲現在他還是想要找人合作 因為他覺得這樣贏得比較穩 儘管那三份民調他都已經碾壓 是一夫當官 萬夫莫敵 如果能夠有郭台銘的依注的話 對柯文哲來說 當然不會是什麼 這個這個不好的事情 總是能多加一點 試一點 好 那他現在要丟什麼樣子的糖果 給郭台銘 放位子 這一招跟國民黨對付你的招數 一不一樣 一樣啊 你要糖是不是 給你一把 看看要不分區 還是要怎樣 講出來 可是有可能嗎 三到四席 民眾黨安全名單 最多大概就八席吧 十六席 剛剛算過 對對 兩年 十六席 所以分四分之一給他 搞不好是有可能 那郭台銘要付出什麼代價 除了連署站 秒便科服務處 其他應該還有 我們不知道的一些代價 否則 否則哪有這麼 這麼 哇 這麼好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都在玩這種把戲 玩喬位子 分配 誰要給誰糖 糖給的夠不夠 都還在玩這些 現在剩六十五天 對 六十五天的時間 還在玩這種把戲 你要不要看一下那個對手 賴清德 賴清德就真的按照他的步驟 有節奏感的 該推出什麼的時候 然後他就推出什麼時候 然後這邊還在喬說 位子啦 糖果啦 火車啦 到底現在哪一台車開到哪個站了 到底要不要上車 誰要上車 我會覺得其實選民會覺得不對啊 你不是應該要用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告訴我說 未來四年臺灣的圖像是怎樣 你們都沒有人告訴我欸 你們都在分自己的位置欸 那文學 你覺得郭台銘會不會去登記 因為郭台銘其實在連署書收集完之後 還是很大動作的發了一些文 那我其實在這之前有認為 他應該是會選到底 那當然是挾著一百萬的連署書 然後還有副手人選也都找好了 然後同時我上禮拜的時候 也是看到因為宋楚瑜 那個男人又回來了 說要讓親民黨進國會 那時候我想說郭台銘 或許跟親民黨可能有一些戲 但現在看起來柯文哲跟郭台銘 這就是我自己覺得 藍白和是這個樣子 就他原本大家覺得他不是很愛情戲 但是其實兩邊看起來 好像各有各的堅持 中間有很多的媒人 一直要不斷的撮合他們 連拜廟的時候要坐在隔壁 都要喬成這個樣子 現在真的是要和的機率 真的是很低了 那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放出了這個民調 的確是侮辱性極強 他後面直接一欄直接說 我贏侯友誼多少 三分民調個別贏他多少 代表說不只是 而且那個民調 還是沒有和的民調 是獨立的大家的對比 所以看起來他的他的表達的意思 很清楚 那所以這個這齣愛情是有演到現在 其實已經進入的這個分手階段 那在分手的時候 有幾種模式 比較通常比較簡單的是 大家可能說我們個性不適合 那接下來就各走各路 可是現在到最後 如果開始互相數落對方的不適 那可能就會反目成仇 那國民黨看起來已經自己 不斷的在造勢 那也不斷的在持續的凝固 直接凝擊自己的支持者 看起來就是要走自己的路了 那柯文哲現在這個找郭台銘到底應該要說他這個是新歡還是舊愛呢 但總之現在就是另外一個選擇嘛 那這個是不是有可能會選高紅安的模式三到四位 其實我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如果郭台銘的連署 那一百萬都能夠轉換成票的話 一百萬在部分區裡面大概就是三席 對 所以也就是說郭台銘你帶著你的這些連署 所以支持者過來 那我讓你有三到四席 那其實你就只是把這個加進來 所以假設條件只有到這樣的話 他到底能夠給他們多少更多的位置 譬如說副手或者是黨團其他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目前還看起來是有所爆熱 可是看起來郭台銘現在自己的意象 的確他對於要選到底 我覺得看起來這個意願的降低 看起來是越來越高 甚至他最近昨天那天 昨天應該是媒體拍了他出門的時候 穿的是永寧基金會的背心 那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一個正在競選 總統的人所以 可是今天有個動作 我搞不懂 因為今天國安局特勤中心 像就是準備要參選的總統候選人 介紹總統的特勤為安 那郭台銘的發言人有去現場 他如果不登記他去幹嘛 他去了解什麼 戲還是要繼續演 假動作要假到這麼真就對了 戲要演到二十號花 對對對 但是他看起來的確有可能 不知道他的角色會變成什麼 但是的確這兩股勢力 有可能部分的結盟 那明顯你在基層這樣跑 你們基層對於柯文哲 最近有沒有反彈 我先講一下 我實際都沒有做什麼 拜託他最近也一連串公佈 好多政見 包括農業政見 包括文化政見 今天又公佈資產政見 也是有照著節奏在走 然後基層當然反彈也有 我辦公室從這一兩個禮拜 電話特別多 打進來講什麼 打進來不要合的 那也多 真的 就勸離不勸合的 那我簡訊也是很多 可是我覺得說